近中国最强音上演首场逆袭战 五组歌手使出浑身解数突围 张子怡也迎新赛制抽签成为首位独裁导师 然而吸引观众眼球的却不是张子怡在节目中的表现 而是他与萨贝宁的感情话题 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因为参加最强音也传出他在三亚拥有价值八千万豪宅的传闻 在播出导师之家环节时 张子怡所处的那栋海边别墅其实是他自己的产业 据了解这栋别墅的售价高达每平米十万元 拥有泳池草坪等豪华设置 观众也能在节目中看到别墅内精致的装潢 对此最强音的总导演表示 虽然几位导师都是大牌 但私底下却很低调 不愿做过多宣传 特别是张子怡三亚豪宅消息爆出后 节目组曾跟张子怡团队沟通是否进行回应 但张子怡明确表示不用 并称没有的事情就是没有 继陈奕迅被爆与其他三位导师不合后 又曝光了张子怡千万豪宅 不知此番会不会又是节目组的炒作了